第十七集 索额图原本有些拘谨 背着突如其来的喜剧一冲 觉得心思开阔了许多 盲向武刺友笑道 此臂略通文末 太夫人十分钟爱 宠得他们一点规矩 倒叫先生前笑了 武刺友望着苏玛拉姑的背影 笑着摇头道 家学渊深啊 佩服得紧 哪里敢有见笑之意 见桌上设有文房四宝 禁不住 异醒大发 上前远笔在手 宝占浓墨大叔一连 侠乃云破魂 风氏花精神 看他一笔草书 龙蛇相斗 毫无拘致 众人无不泽泽呈现 康熙进前来 端详了端详 笑道 我拿了去请太夫人看 说完 小心揭起宣旨 便带着魏东亭 进内去了 夏至将近 刚交五谷 紫禁城里 已经蒙蒙发亮 掌灯的小太监 挨刺 吹熄了悬在宫前 和永巷里的灯 首夜的太监 也伸着懒腰 打着哈欠 回房睡觉去了 昨日在索额图府上 宴请了五次友 康熙心中 很是畅快 一大早 便起身 至御花园练功 他穿着紧身衣袄 带了张万强 刚转出养心殿东门 早见苏玛拉姑 迎面走来 便笑道 你竟也有 全军覆没之时 可敢在小区 天下之事否 苏玛拉姑 一边失礼请安 一边笑道 奴才不奉意志 岂敢放肆 拜了也欢喜 我是女流 当然修不成佛爷 做个菩萨也罢了 康熙笑着 回身对张万强道 你去将昨日五先生 写的那张条符拿来 张万强方答应一声 是 早有小太监 飞跑进去取了出来 苏玛拉姑不解其意 接过纸卷展开看时 却是一副对联 心中不由一动 只是默默审视 康熙早带着人 往后边去了 苏玛拉姑穿过涌巷 方出大门 瞧见两个小太监 一在刘金大同刚旁 窃窃私语 戏听时 一个道 你托老赵 求求七王爷 网开一面 保你弟弟出来 不就是了 另一个脖子一拧 说道 七王爷 算什么 没用 那谁管事啊 这个用手轻轻 垂了一下钢 老赵说了 叫我找那魔侍卫 说一说 正说着 抬头一看 见是苏玛拉姑 站在眼前 吓了一跳 哟 没瞧见是苏大姐姐您呢 事后皇上出去吗 苏玛拉姑 冷笑道 别和我打磨磨 打量我没听见 老实说出来 多好呢 小太监 知他听见了 忙陪笑道 其实 苏大姐姐 想必是知道的 苏中堂坏了事 黄四村 他哥 跟着叫人拿了 想托那魔侍卫 去说个情 苏玛拉姑 心里猛的一惊 脸上却不肯露出 笑道 我当什么事呢 苏克萨哈大人 还没革职 定的是哪门的罪啊 小太监忙道 怎么 您还不知道啊 刑部顺天府的人 都出空了 把苏克萨哈大人的家 都给抄了 说他是谋反 正说见 见黄四村在旁 奴嘴 便咽住了 不肯讲 苏玛拉姑 脸色苍白 强自镇定了一下 勉强笑道 这也算一件大事 七王爷待会儿啊 就来奏事了 求个情 不就行了 黄四村 黄四村笑道 拿苏中堂的 正是七王爷下的令 他肯去说情 苏玛拉姑 越发惊议 也顾不得再问 说声 大厨上的阿三 不是那摩侍卫的干儿子 找他去求 没个不成的 你们去吧 便折转身 匆匆 向御花园 击本 但是 康熙已不在 御花园了 太监张万强 正张罗小太监们 收拾地下的刀枪 剑戟 和练功用的 实索实求 苏玛拉姑 气喘吁吁地问 皇上呢 张万强道 您不知道 刚才传事的来说 七王爷请义士 皇上命他 玉庆功候着 便起嫁去了 听说到玉庆功 苏玛拉姑 略觉宽慰 那儿 原是沃鹤当差 如今 沃鹤虽没了 却还是 原班子人马 由侍卫狼神领着 临时 将静侍房的 孙殿臣 调来总管 这人只是胆小一点 其实啊 还是挺忠心的 想了想又问 侍卫上 谁跟去了 张万强摇摇头 那自然有当值的 怎么 不等他说完 苏玛拉姑早 慌了 别说了 快打发人 去寻小位子 到玉庆功 你也别在这儿泡 快 就说是封一指 前来试驾的 我这儿就去 慈宁宫 没个不准的 张万强 从不曾见 苏玛拉姑急得这样 也吓唐了 也吓慌了 一边吩咐人 去寻卫东亭 一边说 你们快收拾完也来 康熙捂了一阵刀 松合了一下身子 随身披了一件 驼色 葛沙袍 便起驾 往玉庆功而来 索额图 雄刺旅 太壁图等 几个不远大臣 狐狸殿外 恭候见驾 见他到来 便一溜跪下 康熙惬意地 登上台阶 朝索额图笑笑 却见索额图一样地 朝自己一望 不绝一争 急步跨进殿内 却见敖拜和杰叔 并排常跪在地 心中一斗顿起 迟疑着停了步 稳定一下情绪 若无其事地 坐了中间的寓意 淡淡一笑 二清 请平身说话 七叔请见 有什么事要揍啊 杰叔抬头 看见康熙犀利的目光 萎缩地 闭了开去 跪下低头揍道 苏克萨哈 请手寝灵一眼 奴才等 依你过 奏请圣上将旨 康熙 瞥一眼敖拜 见敖拜一本正经地站着 嘴角挂着一丝笑 心知有意 缓了缓才说 怎么 奴才等呢 朕不是执伪了你吗 不过既然你等会儿一过 且读奏章给朕听 杰叔颤抖着 展开折子 七七爱爱的读着 自奉指示 方读半句 康熙手一摆 打断了他 朕的批语 不劳你再念 你们打算 怎么发落苏克萨哈 是 杰叔叩头道 奴才 等撕之再三 苏克萨哈身为辅证大臣 身受先帝重托 不知 仰报天 却大肆狂吠 欺灭主上 慢 康熙颤声喝道 朕没有听清楚 大声读 他又惊又怒 咬牙道 这么大的罪 该怎么处置呢 杰叔 见康熙变色 越发惊恐 回头看看敖拜 敖拜 也笑嘻嘻地盯着他 眼睛里露着熏光 不由想起 那只捏断了腰的 高脚银杯 随硬着头皮走道 其 其灭主上 礼和 以谋反论罪 零 零 池处死 全家抄斩 一时间 诺大哥 的玉庆宫 像古墓一般的死寂 只有垫脚 一尊 镀金西洋 自鸣中 机械的 卡 卡 响着 殿外跪着的 不愿大臣们 面面相去 索额图 强压着 强压着极度紧张的心情 小心 溃听着 店内的动静 康熙两手 抓着一背 捏出了汗水 迫使自己 没有 拍案大骂 是稍微的 口吃的 苏 苏克萨哈 请手 先帝 秦陵 不过 言语 激烈一点 怎么扯到 谋反上头 再说 朕只是降旨 叫你问一问 怎么 连罪都 定下来了 杰叔在底下 连连扣头 只称 这 却无法 回答 敖拜 看着这 王爷的窝囊像 心里 暗自 好笑 觉得是自己 说话的时候 到了 于是 将马蹄袖 轻快的一甩 撩袍跪下 昂首奏道 苏克萨哈 辜负先帝 托付之恩 五尊当今皇上 又谋反无意 此处分 并无不当之处 奴才以为 义正王 所奏 甚和中云 昨日开课 五次有首篇 讲的便是中庸 此时 康熙冷笑道 哼 把人处以极刑 上言中云 你读的是 哪家的圣贤的书 朕倒想知道 苏克萨哈 与你有何仇戏 定要除掉它 敖拜稍意思寸 急朗声而对 臣与苏克萨哈 并无愁戏 只是秉公处置 好一份忠心 康熙冷笑道 敖拜也不扣头 常跪着 将手一拱到 死 苏克萨哈 这等贼臣 若不重重处置 将来臣下 都要欺君往上了 话音未落 只听啪的一声 康熙一掌 击在龙岸上 眼睛像要冒出火来 欺君往上的 眼前 何尝没有 朕看 苏克萨哈 倒是还有点规矩 敖拜也火了 心想 今日就是说 黑了日头 也得杀掉苏克萨哈 不然 这一跟头 要栽到底了 他从地上一跃而起 翻起马蹄袖 挥舞着拳头道 皇上莫非说我欺君 一边说 一边气势汹汹的 逼紧欲坐 康熙不禁的 倒抽一口冷气 直拆的侍卫 孙殿陈 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抢前一步 挡在敖拜与康熙之间 几乎与此同时 狼神也跃了出来 市立殿外的侍卫 穆里马 乐摩 早听的明明白白 二人递了个眼色 各按摇刀 跨进殿门 跪在地下的杰书 不认识他们 盲喝道 干什么 推下 穆里马 一笑答道 前清宫侍卫 穆里马 乐摩 前来试驾 一边说 一边足不停步的 向康熙走去 康熙见两名侍卫进来 心头先是一松 一听是穆里马 顿时感到事态严重 冷汗立刻渗出额头 断喝一声 要你们试什么架 退下 杰书也起身 铁青着脸呵斥 你们是前清宫的差 这里有你们什么事 出去 皇帝和义政王 都发了话 穆里马 乐摩 只好迟疑着站住 看敖拜的事意行事 正在这时 听得殿外 雄次旅高声奏道 启奏皇上 侍卫魏东廷请见 康熙精神忽然一震 吏声吩咐 进来 话音未落 魏东廷满头是寒 跨入殿内 穆里马一见魏东廷 便眼中冒火 横身一挡 却不知怎的 魏东廷已急迅速地 绕了过去 敖拜回身 来打量了一下 这小伙子 咯咯一笑问道 见皇上 有什么事啊 魏东廷好似没有听见 一个扎柜对康熙道 这么晚不退朝 太皇太后 皇太后拆奴才来看看 康熙一白手说道 既来了 就 先在这 侍候着 待会儿 一起回宫 扎 魏东廷 魏东廷 打赢一声 然后站起身来 这才对 敖拜道 回忠堂话 奉两宫一旨 前来 事后万岁也 说吧 大咧咧地 从他身旁走过 静止站在 康熙的左侧 双眼炯炯有神的 扫视着殿内 康熙安心了一点 他本想借此机会 诸展敖拜 但见目里马 那魔 竟退至了两侧 赖着不去 而且都带着腰刀 心里愁思良久 终觉 势力太单 若真动起手来 成败难料啊 看敖拜时 仍是一脸凶相 心里叹息一声 只好先退一步了 心里一冷静 说话 也流畅了些 不必如此浮躁吗 赈亿苏克萨哈 即使有罪 也不至于 就凌迟处死呀 这一刻 敖拜也迅速 对刑事做了姑娘 眼前 就在这里大动干戈 杀掉康熙的把握 是很小的 慢说 有个魏东亭 就孙殿臣手下 几十名侍卫亲兵 都在外头廊下 如何能应付得了 矿殿外 还站着索格图一杆五尘 他们岂肯 袖手旁观 颠量了半晨 他左右瞧瞧 回答道 按律 苏克萨哈 是凌迟之罪 不过既然 皇上敏逊 那就免了 改为崭新 康熙听敖拜的话 亦有了缓和 暗暗 舒了一口气 自己的安全问题 不大了 但想到要杀 苏克萨哈 却又断断不忍 只板着脸 沉吟不语 跪在一旁的杰书 是对之底细的 知道 如果不杀 苏克萨哈 纠缠下去 说不定 还要出大乱子 于是叩头道 一尘于见 就 出以搅决吧 康熙身子晃了一下 咬紧牙根 仍不说话 敖拜宁笑道 瞧着皇上 和殿下的脸面 便宜他一个全尸 说完 也不跪拜 一个长衣说道 臣 这就去奸行 回头对牧里马 愣魔咆哮道 混账小子 站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跟我走 一跺脚 带着牧里马 疏直 扬长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